员工在做三明治时候睡着 整个脸躺在了三明治上 披萨店员工在制作新款披萨时 把披萨烤到着火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 就是七个在工作中犯错的人 卸货 两名工人正在拆卸车上的啤酒 这些啤酒被放在一辆手推车上 他俩直接拉这个手推车 甚至没有在车上放一块木板 做一个坡道 等到手推车开始移动之后 他们就控制不住这个庞然大物了 这些货物开始倾斜并掉出卡车 这两名工人看到货物即将倒塌 吓得连忙后退 如果他们在拆卸货物之前 能够多动动脑 那他们或许就不会遭受这一切了 工作睡着 在美国的一家快餐店中 一名昏昏欲睡的工人 吸引了人民的注意 这个工人正在制作三明治 如果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他都快睡着了 他的头越来越低 然后他的帽颜碰到了顾客的三明治上 紧接着整颗头都躺在了三明治上 这样都能睡着 这估计是好几天没睡觉了 才能到这种境界 披萨着火 星泽西州一家披萨店的员工 人制作披萨 不过等他拿出披萨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披萨竟然着火了 他快速把披萨放进披萨盒中 盖住披萨盒 没有氧气的供应之后 火很快就熄灭了 还好发现得及时 不然就可能把整个披萨店都烧毁 原来他是在制作一种新披萨 所以才没控制好火候 洗碗池洗澡 在麦当劳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有些员工十分奇怪 他站在一个椅子上 跳进了麦当劳的洗碗池中 他似乎很享受在这里洗泡泡浴 他不光穿着衣服 还穿着鞋 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 他可能是想要换一份工作了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 孤独的工人 这个孤独的工人在工作休息之余 与手推车翩翩起舞 我们每天都在上学或者工作 很少有时间可以谈情说爱 虽然这个手推车没有感情 但是却可以作为工人的情感寄托 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情况 我们会不会和机器人谈恋爱呢 引发火灾 2017年4月23日 在亚利桑那州发生了一起爆炸 原来这是一个人为了知道自己的孩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所导致的意外 知名父亲来到这片开阔的场地 打算用炸药炸开装着自己孩子性别的箱子 只不过他装的炸药剂量太大了 爆炸引发了大火 这也太离谱了 船搁浅 一艘装着两万个集装箱的船 在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搁浅了 这艘船停在这里 导致了海面上的交通堵塞 一个星期后 369只船因为这艘大船被困在了苏伊士运河 由于贸易水道飞堵塞 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关护感吧